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心念五一六成 不修行 很可惜 这种人最可惜 现在出家相 可是都不修行 内心里面见念的五一六成 那这很糟糕 生出家 心也出家 那这是真的出家人 现出家相以后 内心里面充满着智慧 知道五一六成 无一可得心也出家 生不出家 心也不出家 那这当然是业障的凡夫了 那 所以佛制出家 再加两步 那么要修泛泛的 专经出世法的 接续佛祖传承正法的 那么就是出家 由生来主宰 那么这个出家人 大部分呢 以前都建在山林 道场 智力丽他 解形并重 那么宋人中 皇帝啊 有那个战身父 师辞父的父 一个背在一个武啊 武力的武 这个父 战身父 那么因为这个比较难了 不过我可以解释一下 你的文字你不必知道 但是我知道说 宋朝的人中皇帝啊 他怎么样的仰慕出家的生活 说福 世间最贵则 莫如舍书出家 说这个世间最可贵的 莫如舍书出家 所以若得为圣 便受人天供养 那你只要帝度出家 便受到人天的供养 作为如来的弟子 为先圣的中心 先圣的中心 就是以佛陀了 当做亲戚啊 你们的亲戚是 比如说跟个皇帝啊 做亲戚就不得了啦 跟着什么高官显赫的人 做亲戚就不得了啦 我们跟谁出家人跟谁做亲戚啊 跟释迦牟尼佛做亲戚 你就问你的祖先是谁 我们的祖先释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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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释迦牟尼 怎么有今天的袈裟呢 鼓励人家好好的 好好的认真出家修行